好,後來我選定這家 這家很多人排隊 所以有的等了 像我就必須一定要吃 魚卵加烏尼首選 那阿哥呢,他就是什麼都要來一圈的人 所以他選這個 我們大概還要等半個小時 等一下吃給大家看 我吃一點點,我吃過兔姐 我呢,我這個點子餐 就是我剛才吃到台灣的手 我可以在這邊吃 我可以吃到 雖然我會吃到老闆 但是吃了蘇魚,給大家看一下 我放進來,快點來 我們去吃我們的鱗魚加我們的烏尼 那大家就來吃,看它的味道 這個通常是要加進去的味道 沒有阿,看你阿 我要加進去的味道 先吃我啦 這樣不會太鹹 應該要先吃原味阿 先吃第一份 先... 魚卵 一口魚卵,一口蛋絲 再一口 特寫一下 好鹹喔 你加太多醬油了 很好吃 魚卵非常的鹹 非常非常的鹹 而且很甜 非常鹹 嗯 烏尼是重點 我超愛吃烏尼的 烏尼真的是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把它挖過來是這樣挖 你看這烏尼看起來很濃郁喔 來,我來吃看看 是真的有那麼濃郁 嗯 它這烏尼是甜的 因為你這烏尼吃起來到後面會有鬼幹 它非常的甜 然後... 它烏尼是哪裡的烏尼 它好像有奶香味,還是我錯覺阿 它有點奶的 有些會有阿 比較濃郁 非常濃郁 所以它給的量我覺得太少了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吃 很少嗎 那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好像... 三千日幣有找 哪有 對啊 兩千四百多啊 換你 按讚 好 那我點的是一個... 他們招牌的綜合海鮮丼 鎮店之寶 什麼都想吃的話一定要點 因為你看這什麼魚都有 來看一下 很多魚我不認識 這應該是辛曼吧 鯛魚 然後鮪魚 鮪魚 鮪魚 然後蟹肉 甜蝦 也有一小... 一小坨海膽跟鮭魚卵 還有紫菜酥 紫菜酥 那就不用了 紫菜 那個是紫菜 紫菜 紫菜 來 你最想先吃哪一個 不知道從何吃 建議第一個先吃哪一個 應該通常都是從比較淡的開始吃 那我要先從比較淡的開始吃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 鮪魚啊 這不是 鯛魚 不是 不要亂講 鯛魚是這個 管他什麼 你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看這超大片子 來講一下口感 一定要塗上這個現磨三桂 看鏡頭說一下什麼感想 你要自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裡 五賣 五賣 五賣是誰 就是好吃的 非常新鮮 而且那個油脂 很棒 你頭嘴巴散不開 這碗多少錢啊 好像也是兩千元 比你的便宜 兩千兩百多 所以這才是正點之寶 大家來的願可以推一下喔 好啦我媽要專心吃囉 因為我好餓 我不想再錄了 掰